好,那我們看一下題目,就是視野的問題 好,這裡是以前的聯考題 這裡是基本上,我都把那個XYD調了一下 但是樣子就是以前的聯考題的樣子 都把XYD的位置調一調 他問你喔,眼睛從可以看到哪一個? 哪一個? 這個其實是比較適合我們剛剛教的那個第三種解法 因為我講過那個適合一個眼睛看很多東西 所以你可以去畫反射光 他的格子都幫你畫好 所以很容易畫反射光 一格對一格,兩格對兩格 相對過去就畫完反射光 就發現誰都在那個範圍內 Z 所以我可以看到這個 Z就可以看到這個Z 那你要一個一個的做 你要一個一個的做,畫成像 兩格對兩格,三格,四格對四格 三格對三格,然後連線 這樣也可以 可是這樣做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有一些小trouble 什麼小trouble呢? 他可能是看到一半 所以你這樣的臉有通過 你這樣的臉可能是沒有通過 他可能會看到一半而已 以前有出過的題目是看到一半 看到一半 所以按照我後來就這樣做 就是可以看到近 那請問這種螢幕參考的時候 我們可以考過很多遍 有個眼睛,然後三個東西也是一樣 一個眼睛,東西很多 原則上照我的做法會比較快 然後請問你可以看到誰 可以看到誰 可以看到誰 不要 不用擋 不用擋 站起來繼續發呆 因為你反正都沒有在聽 可以聽嗎? 坐吧 剛剛跟你講過了 這適合我教的第三個做法 一個眼睛很多東西 最終眼睛去做反射線 格子都畫好了很好畫 很容易知道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可能背著硬就可以 就是一樣的 就拉過去 誰都要翻圍內 腳的硬要翻 所以答案全加以 這就是那種有點變形的題目 怎麼了? 有個障礙物 有個門 有個門什麼之類的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門 打過去的時候 可能是可以看得見 可是因為有的門 打過去了會被擋到 就看不見了 這種東西是嗎? 所以就是另外 後來有人就開始出了題目 多了一道牆 多了一個門 然後會可能會幫你擋住 可能會幫一個光擋住 沒有這道門 光可以射過來 反過把你射嗎? 眼睛可以看得見 可是有了這個門 之後就被擋到看不見 有可能會發生這個狀況 請問你 這個是眼睛很多 蘋果一個 適合我剛剛講的第二種做法 第二種做法 東西一個眼睛很多 請問你 哪些眼睛可以看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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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好像只剩下一個女生了吧 就來 加學 加學 好 AB的B 你做 好 講過了 這個適合我教的第二種解法 一個東西眼睛很多 然後光打過去 然後反射 反射 這其實你都知道 我上面打到M的反射光是出不去的 是過不去的 會不會被那個牆怎樣擋到 不是底下的 中間下面的 只要在那個牆的右下角裡面的光 其實都是可以 都有機會 都是可以 好 那如果你這樣子看的話呢 但是呢 如果你仔細的做 可能會有點小問題 因為如果你 如果 其實一個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這樣做的 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連這個 連這個 因為這裡的光都會被擋到 連這個之後再去做反射 在做反射 雖然的話答案可能只有矣 這樣答案可能只有矣 你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樣答案可能就只有矣 所以 為什麼我要做這一條 為什麼我要做這一條反射光呢 因為中間的這一些反射光都會被怎樣 都會被 牆給 擋住 根本就過不去 根本就不會有反射回來的事情 根本就不會扭 根本就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呢 應該要選的是這個來做會比較恰當 實際上應該這樣做是比較好的 你這樣做會比較好的 好 沒有關係 我們就暫時用這樣的答案說是矣跟丁 我們就暫時用這樣的答案說 答案呢就是矣跟丁 它其實有可能答案是A 它其實有可能答案是A 只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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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會被打到的關係 但是我們就暫時就說矣跟丁好 OK 這就是我們 的舉例的方法 解決視野的問題 我總共教了三種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說過你最少要記住第一種 畫成像 連眼睛 看有沒有通過鏡子 但希望你三種都要會 因為它可以解決 適合用到不同的題目 好 這是有關於視野的問題 請問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